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例题这个 这个limit的S趋近于连正的S分之一 那这个极限你都少了 这个就是无穷极限了 就出来的值的话是无穷大或乎无穷大的 我们看一下 那当然你发觉你的什么叫 这个1除以X趋近于连正是什么意思 这个分数的话我们知道分数 分数代表什么意思 分数 这叫分数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说那个三分之二代表什么意思 小学老师教你的三分之二代表什么意思 它有三个含义嘛 第一个就是就是代表这个三分之二的那个数学运算嘛 对不对就是一般的就是 就是三分之二一般的那种数学运算 第二个就是比例关系 就是2比3 跟第一个不太一样 第一个就是那种分数的那种运算三分之二 第二个就是2比3 第三个的话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三分之二就是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把它分成三分 对不对 两个东西把它分三分 所以每一份都要就是三分之二 这样有问题 比如说两个大饼 你把它分三分 对不对 那每一份就是三分之二 代表不一样 所以分子和母的话 你就这样子看的话 它的意义都不一样 分子的话是代表那个个数 那分母的话是分的那个次数 分的那个分数 对不对 所以小学生为什么学分数 比学那个乘法加法来的困难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它的直观来讲 它这个分子和母意义应该是一样 所以你在做加法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你 你的A分之B加上C分之D 对不对 这个等于多少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做 你这个要怎么做 像这样子的话怎么做 你必须做同分嘛 对不对 就把那个分数把它切 切多一点 切成AC分 这个分母相同分子相加对不对 这原则上就是这种做法 比如说三分之二 对不对 加上二分之一对 这等于多少呢 你就必须做通分的动作 六分之四加六分之三 所以是等于六分之七对不对 但是小学生很直观的你可能在以前学的时候 你可能是怎么做 你可能是等于多少 你可能是三加二分之二加一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做 你可能是这样做 第一个有可能是你的认知上 对不对 你认为阿分母一样 阿分子一样 所以就把它个别加起来就好 就印算上你认为就这样子最直观 第二个可能是因为你对怎么样 对浓度的感觉 因为你小时候就开始喝牛奶 你就配牛奶 你就知道 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说这边 这边A分 这边这个水 比如说糖水 比如说糖水有A 有B的糖 所以它的浓度是A分之B 对不对 那这边的糖水 这边糖水的话 它有全部的糖水是C对不对 那它那个糖分占的D 就是C分之D 对不对 所以它的浓度是C分之D 所以两个把它加起来等于多少 两个把它加起来你会发觉怎么样 糖水等于多少了 糖水就等于A加C 对不对 那糖占多少 糖占底下这个是B加D 所以它的浓度就等于A加C分之B加D 对不对 就这样子加起来 所以没有错 你这种想法是没有错的 就浓度来讲是对的 可能是小学生直观上来讲 他认为 有感觉的就是浓度 所以就直接OK 好 那我们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的分子固定 你的分子固定 那分母变化 那我们这边的变化 不一定说 一定要是整数 对不对 你可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0.1 0.2 0.0 0.01 0.001 这个都无所谓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你如果把0.1当成一份的话 就是你1的话 0.1当一份的话 那总共几份 可以切成10份 对不对 那你如果0.01当一份的话 你可以切成100份 就这样子 所以你发觉 你的分母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趋近于0 就0.001 0.001的话 你对过来的话 对面的分数 就1000份1万份 对不对 所以发觉 你当它趋近于0.00正的话 你可以越来越越大 趋近于无穷大 所以感觉上来讲 就是0.00正分之一 就把它无穷大 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直接给答案就好 就是无穷大 这样可以吧 这种观念有问题 来第二个呢 如果颠倒的话 反方向 如果是0负的话 就比0少一点点 0少一点点 那0负分之一的话 就是 趋近于负无穷了 因为你这边负1 对过来的数是负1 负0.1就负10 负0.01就负100 对不对 所以你发觉 趋近于0负的话 这边就趋近于负无穷大 有没有问题 所以0负分之一是负无穷 有没有问题 感觉 可以吧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两个观念 那它的图形长的样子 是这个样子 就是 你当H70的时候 你不管0正0负 因为你发觉 你0正都要是把他正无穷 就是S分之一 函数图形 那0负分之一都要是把他负无穷 对不对 一个上天一个下地 所以这两个怎么样 不相等 所以极限就怎么样 不存在 有没有问题 左极限右极限不相等 所以就不存在 我们前面讲过 上个礼拜讲过 什么时候要考虑左右极限 就是第一个条件点在 条件函数在条件点 第二个绝对指函数在0指点 第三个怎么样 高式函数在整数点 那再来再加一个 当分母等于0 分子不等于0的时候 你要考虑左右极限 有没有问题 因为很自然就不一样 那有没有可能一样 有可能啊 比如说你平方 平方的话就把他正无穷 就前面那个例子 就把他正无穷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个例子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底下这个例子 来 当S取取以1的时候 exposition的S减1分之S减2 这个会取取多少 这个会取取多少 那你发觉你的极限的话 exposition的话 这感觉上来讲 这个因为exposition事实上是连续的 所以你的极限可以搬上来操作了 你慢慢去操作它 那你发觉因为你的分母是等于0 会等于0 所以你要考虑0正0负了 那0正0负了就要考虑1正1负 X取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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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来怎么样 你的a-1x加1 这个会取积多少 这个会取积多少 这边是1正 1正减1点多1.001 减掉1是0.001 对不对 所以是0正分多少 1带过来是2 0正分之1是正无穷 再乘一个两倍 还是一样是无穷 正无穷 所以这边是无穷 这样有问题 所以它的次方数是1正 好 看有问题 这边减二 所以减二的话这边就不一样了 减二的话这边就是负 减二的话这边是区均一分子是区均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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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也是负1 对不对 那1正分之1的话是区均一正无穷 这个是区均一正无穷 对不对 所以挖掘你前面一个负号 所以就变负无穷 来看MNT 所以这个是区均一负无穷 这样可以吧 MNT 好 你正无穷前面成一个负号就负无穷 好 负无穷的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expression会区均多少 这个会区均多少 你会发现你这个是expression的负无穷 对不对 负无穷的话就变expression无穷文之一 那就变成无穷文之一 无穷文之一的话 就等于多少你的感觉就是怎么样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区均一零 对不对 你会发现分母 分母越来越大越大分子固定 对不对 所以发现他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区均一零 所以这边是区均一零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得到limit 大概区均一负的话 你的expression的 x-1分之x-2次方 这个东西是等于零 好 这个是 那个区均一负的时候的现象 看有没有问题 对吧 对吧 来 另外一个方向 来 另外一个方向 来 另外一个方向 x-1分之x-2 这区均一多少 这区均一多少 这边就是比一少一点点嘛 对不对 所以是 减一的话就是负的 零点多少 负零点多少 区均一零负 零负分之 这边就变零负分之多少 负分之 这边还是一样区均一 所以要解零负分之一的话是区均一 这个部分是区均一负无穷 对不对 前面再乘一个负号 负乎得正 所以是正无穷 来 看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所以这个部分就区均一正无穷了 他也区均一正无穷 好 正无穷之后呢 这边你再把它取expiration 他这个也是一样 expiration的无穷次方 当然等于无穷 2.78乘以无穷多个 当然是等于无穷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你这个方向 1负到expiration的 x-1分之x-2 这个是等于无穷大 那因为左右极限不相等 一个是零 一个是重大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个极限是不存在 好 看有没有问题 就这样子 可以吧 来 看第二个观点 就是在无穷眼的极限 就是当S把它无穷大 或不无穷大的时候的现象 好 我们看观点第一个 limit 当S区均无穷大的时候 S分C是等于零 对不对 他刚才已经想过了 那你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一个蛋糕 给无穷多个人分 每个人得到多少 聚金一零 对不对 理論上是有 但是聚金一零 聚金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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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无穷分之1是等于零 无穷分之1是等于零 可以吧 那图形都还是像这样子 你大家一直把它无穷大的时候 他贴着这条线跑 他贴着 负无穷的时候 他贴着这条线跑 不外等于零 对不对 这样可以吧 好 当S 所以你这边负无穷也是一样 正负无穷大都一样 好 第二观念就是 XS S会小为小为S平方 会小为小为S三方 当S够大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他跟他比 当S够大的时候 简直是区均一零 你可以附列掉 他跟他比 简直是区均一零 你也可以附列掉 懂 因为S是等于 如果当S等于1的话 就111 如果S等于10的话 就是10 平方就100 三方就1000 S等于100的时候 他平方就是1 1万嘛 对不对 3万就100万 S等于1000的话 多少 这个就是 10万 100万 100万 对不对 这边多少了 1 1 101 对不对 就这样子 那S等于1万呢 1万的话 这边刚好是 四个四个一撇 四个四个一撇 这5万亿 刚好1 对不对 所以这边四进位 我们是万万进位 就是1万给1万是 1亿 1亿给1万是1兆 所以就是四个一撇 四个一撇 四个一撇 你就可以得到5万 1兆 所以这边是1兆 这样也没问题 要不要看 你撇三个一撇的话 不好看 事实上撇四个一撇 比较好看 比较容易看出来 欧美地区是 他们是千千金位 我们这边是一一金位 所以应该四个一撇 比较好 比较能够看出来 来看一下有问题 这种感觉有没有问题 当S这边动一下的话 这边S上面就动很多了 看order 有没有感觉 你看一下 你如果丢掉一万块 你会怎么样 那撿 丢掉了还撿回来 撿的回来 对不对 感觉会怎么样 好 我们看一下 所以你就可以比了 比欧的 比欧的 像第一个的话 像第一个的话 这S比方跟S三方 对不对 S比方跟S三方 对不对 那你跑到五九那哪一个比较快 三方比较快 所以这个在控制速度 那分子的话 这个跟他比较快 那分子的话 这个跟他比较快 所以这个也附列掉 所以这个在控制速度 所以这个感觉上会 曲奇多少 当S八五穷大的时候 感觉上他答案是多少 零 对不对 有没有感觉 你的平方跟三方消掉一个 所以S分之三 S八五穷大 五穷大分之三是零 但是你不能 你的写瓦不能把这个拿掉 你要把最大的 那个控制速度的 那个因子抓出来 所以你的做法是这样做 你的做法就是 怎么样 就是分子和母同体最高次的 因为你分母的话 是S三方在控制速度 所以把S三方提出来 所以我们就一一减掉 这边除以 多提了一个S 所以要除以S 后面是多提了三次方 所以那个除以S三方 那这边前面呢 就提一个S平方出来 对不对 所以是3加上 X分之五 减掉S平方之二 对不对 好当S够大的时候 当S够大的时候怎么样 这一个 就怎么样 无穷分之一点点 无穷分之一点点 这两个是770 对不对 这两个也是一样 后面这一项也是一样 是770 所以你就可以附列掉 那前面这一个呢 你就消掉 消掉一个 所以变X分之三 对不对 这边都要变X分之三 那S把它无穷大 无穷大分之三 所以要解770 对不对 对不对 就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多写一部 没关系 这边可以多写一部 变成X分之三 对不对 你可以看出来 9分之一 是0 好 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无穷的行为 这种函数 它在无穷大的行为 我们在那个做问题的话 做一些那个科学的问题的话 我们是要讨论这种问题的就是 当S够大的时候的现象 当S够大的时候的现象 或者是怎么样 当S够小的时候的现象 把它乎穷的时候的现象 但这个有点反问题 就是 我们知道现在的结果 想要反推回去 知道结果 去得到那个因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会 趋近也无穷 有时候趋近也互无穷 这两个方向 极端的方向考虑 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这感觉 那你考试都要直接写答案就可以了 像这种问题 你直接感觉 好不好 给感觉就可以了 有没有问题 其实也是一样 你能猜得到猜 像这种都直接猜就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猜错的话 是灵魂 这个不用写过程 这种东西不用写过程 要写过程是后面那个 就是没有直观的 不直观的你才 你才有运算 要不然直观的话 就直接给答案 像这个直接给答案多少 这多少 无限大 无限大 对不对 因为你颠倒的话 你这边变成这个在控制速度 它在平方 所以我还觉得 这个一比的话 就三分之s 所以把它无穷大 无穷大 这样有问题 直接就给答案了 就不用讨论它了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就照那个第一个方法去做 好 这个 这在控制速度的话 是分子的话 是三次方 好 好 好 这个跟它比七君一零 你可以忽略掉 分母的话是这个s平方次 二次 对不对 所以 当你的分子的order 比较大的话 就是它在控制速度 它把它无穷大的时候 它还是一点点 你就把它想成1 1分之一点点 所以是无穷 但是到底是正无穷 还是负无穷 你要看它的系数比 系数比 如果这边1比3是正的 3分之1 所以就是正无穷 好不好 如果这边是负的话 就是负无穷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负号 或是这边有一个负的 它就是负无穷 好不好 因为两个一比的话 就是负的x 所以s把它无穷大 就负无穷大 这样可以吧 这种平感觉 来下一个 这个等于多少 这个的话分母是 三次 分子也是三次 你看最高次的 你要看哪一个是最高次的 所以它在控制速度 它在控制速度 所以两个 把它无穷大 怎么比 当s够大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些都可以附列掉 所以变成多少 3比1嘛 对不对 所以那答案就是3 有问题 好 就这样子看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三次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三次 哦 所以把它无穷大就是3比1 再跑 所以这答案就是3 好 就这样子看 看最高次就可以了 好 来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来看这个呢 这感觉等于多少 猜猜猜看 当s究竟负物穷 x加1分之更好 x平方加1 这个等于多少 感觉一下 来看多少 你带个100万进来看看 100万加1可以不要加 一块钱丢掉 没关系 好不好 所以这负100万 负100万加1 没关系 这算100万 负100万 负100万的平方多少 就100万嘛 对不对 100万的平方 100万平方加1 不要加了啦 扫掉一块 没关系啦 开个更好 你多少 100万嘛 那这边是负100万 这边是100万 所以是多少 负1嘛 对不对 懂了 好 要怎么做啊 如果你没有感觉的话 你要怎么做 没有感觉的话 你要怎么做 这样看 你就是 分成分母跟前面一样 提最高次出来啊 对不对 来 分母没有问题 分子都要提s平方出来 要怎么办 提s平方出来要怎么办 从根号里面提出来要怎么样 一定要保持正的嘛 对不对 从根号里面提出来一定要正的嘛 懂不懂意思啊 你根号负1的平方 平方 这点多少 这个是负1嘛 这个是负1嘛 平方可以更好变正1嘛 对不对 变负1 怎么样 再成一个负号嘛 对不对 可以吧 因为出来要正的嘛 因为出来要正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里面是负的话 你这边要加一个什么样 负号嘛 如果你的x是负的话 加一个问题 你现在趋劲你负5穷 趋劲你负5穷 告诉你怎么样 s是怎么样 小一点嘛 对不对 所以提出来要怎么样 加一个负号给他 可以吧 或者是你 把s比方提出来 就是加绝对值 先加绝对值也可以啦 s比方提出来 就是加绝对值嘛 对不对 他这边提x嘛 来看有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吧 好 既然是小微灵 去到绝对值 加一个负号给他 这边这边负x 更好的 1加上s比方之1 这边是x 1加上s分之1 对不对 好 s区近于这边就消掉了 好 这一项就区近于0 这一项也区近于0嘛 无穷文字一点点都区近于0 对不对 所以发觉这个笔值等于多少 1分之更好1嘛 在前面一个符号 所以那答案就是-1 来看有没有问题 就这样子 可以吧 好 要嘛你就这样做 就是把他的分成分母的最高次提出来 那怎么提呢 从根号里面提出来一定要正的 你放进去也正 提出来也正 都要保持正的 来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这个呢 这个怎么感觉 感觉多少 这个跟他比人的区近于0嘛 这个跟他比区近于0嘛 这个跟他比区近于0 所以不要管他 那S平方开刚好是X嘛 对不对 你S把他无穷大嘛 所以是正的X 那这边也是S 那S-S是多少 0嘛 但是问题是什么 他是无穷大-无穷大 啊 啊 所以你那个S 这个这一项的会被剪掉啊 所以这一项会有影响啊 知道吗 所以这个答案是多少 猜猜看啊 啊 猜猜 负一 负一啊 负一哦 负一哦 负一应该对了 怎么猜啊 啊 啊 有没有猜出来 呼应 这不好猜啊 对不对 所以要运算啊 要运算 这种题目要运算 好 我们看一下怎么运算 你当然是无穷减无穷 这个是不定型 无穷大减无穷大 当然无穷大减无穷大不一定等于零 特别注意一下不定型你要做运算 来 这怎么做呢 你就做有理化把根奥那个东西拿掉 无穷大加无穷大我们知道是等于无穷大 但是无穷大减无穷大我不知道 所以你想办法把它变成无穷大加无穷大的 那就做有理化 来 分成无穷同层上s平方减x加上更好的s平方加x 对不对 对不对 扣掉s平方加x对不对 那这边这边根奥的s平方减x加上根奥的s平方加x 对不对 好之后呢你把s平方消掉有没有 所以分子变负2x 分子变负2s 那分母呢 分母的话你看一下分母这个是 分母的话你可以看出来 这边这个跟它比就是趋近一点不要看嘛 s平方可以更好是s绝对值 那s绝对值的话呢你会觉得趋近无穷大嘛 正的嘛所以就接近无穷大 接近x 跑到无穷大的速度接近s 那这个也是一样接近x 所以这边是x加s是两个s 分母的话就接近两个s 跑到无穷大 分子的话是接近怎么样 这一项是接近两个s跑到无穷大 这一项是接近-2个s跑到无穷大 所以它跑到无穷大的话呢 速度是一样 差一个系数比多少 -2比2嘛 所以答案是-1 好 这样也没问题 有没有看出来 好 就 来 看有问题 好 这个也没问题 这个要做印刷的话你不能给我感觉 好 不用 我会认为你瞎拆啊 好 查到我怎么给 因为我没有看到过程 你要给个过程啊 至少要给个过程啊到这边来啊 我猜得到你你你你从这边到这边那里可以拆啊 因为这边的啊 我可以认算哦 假设呢我们k 属于时数 对不对 第一个 5穷加5穷那也是更大哦 所以5穷哦 一个k一个常数加5穷等于多少那也是5穷 对不对 加一个你减一个也是一样哦 但是k减掉5穷呢就-5穷嘛 对不对 这个在控制速度嘛 加一点点无所谓嘛 但是5穷减5穷就不定型哦 indeterminate 就是像这样子的例子哦 你必须要做硬算 你不要弄 你必须要弄成怎么样 可以判断的 像这样子可以判断的哦 来第二个人 5穷乘5穷的话是等于5穷没有错哦 对不对 更大了5穷平方哦 那5穷乘以负5穷就负5穷 那k乘以5穷大点多少 当你的k大一点的话 大一点的话就是正5穷 那k小一点的话就是负5穷 对不对 k大一点就正5穷 那k小一点就负5穷 为什么 要而且两倍的5穷大还是5穷大 二分之一倍的5穷大也是5穷大 5穷大分两半啊 每一半还是5穷大啊 对不对 5穷大加5穷大等于5穷大嘛 对不对 好那-1乘以5穷大就负5穷嘛 对不对-2也是一样啊 所以负的话就是负5穷 但是如果k等于0怎么办 0乘以5穷啊 怎么样 也是不定型啊 对不对 5穷多个0加起来不会等于 不知道会不会等于0 不一定哦 要做运算 好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5穷分之k的话呢 这个是等于0 也就是说像刚才讲的 这个一个蛋糕给5穷多个人分 每个人分到多少呢 就等于0 感觉上还讲是很小很小 很小 就几千一点 好 那5穷分之5穷就不定型了 好 前面一个例子 像这个例子一样 5穷分之5穷的 你就必须做运算 好 这前面都有例子了嘛 可以吧 前面那个刚好是四个 我们 我们目前学到的啦 就是这四个啦 这四个不定型 你必须做运算的 好 那后面这个是指数型 指数型的话呢 我们暂时还不必啦 这个在后面挪臂倒的时候 Spear rule的时候才会用到 好 5穷大来k次方 这等于怎么样呢 如果k大一点的话 5穷的平方那也是5穷 5穷开个根号也是5穷嘛 因为5穷乘5穷是5穷 所以5穷开根号也是5穷 对不对 好 那 k多小一点的话就是 富 5穷的富一次方多少 5穷的富次方 富次方就搬到父母来嘛 对不对 5穷的富一次方 这等于多少 这个5穷的 5穷的富一次方嘛 对不对 这等于 富次方就搬到父母来 5穷分之一嘛 还原到前面那个0 对不对 所以如果k小一点的话 k小一点的话 所以如果k小一点的话 那这个就是等于0 有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是刚好k等于0怎么办呢 5穷的年次方 这是不定型 对不对 任何数的年次方是等于1 但是5穷的话 不是任何数 他是不定型 好 那1的k次方是等于1 1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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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1 但是1乘5穷多个就不定型了 1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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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就不知道等于多少了 好 这要运算 那k的0次方是等于1 k不等于0的话 那0的0次方也不知道 好不好 0的0次方也不知道 好 后面这三个的话 后面这三个的话 我们是后面才会讲到 目前我们只用到前面那个 三个部分 来看有没有问题 这几个关键 可以吧 好 我们做这个例子 第6 来 当然s居近1乘 居近1乘的话 1加2的这个次方分之1 这个等于多少 来想想看 来 这会点多少 这怎么算 来 你 s居近1乘症 s居近1乘症 因为你的 s居近1乘症的话 这个时候 你的 1-x s居近1 会缺产多少 这会缺产多少 1症的话 你划 죄1-掉 比1大一点点 对不对 比1大一点点是 就是负的嘛 零负嘛 这边举起零负 所以零负分之一是零负分之一是 这个负无穷 对不对 你得到的是零负分之一嘛 所以是负无穷 来 这样有问题 来 负无穷的话 2的负无穷值万点多少 刚才我们讲过指示范数 k的负无穷值万点多少 这个2的负无穷值万点多少 2的负无穷值万点多少 2的负无穷值万点多少 就等于2的无穷值万分之一嘛 所以等多少 分母越来越大嘛 分子固定嘛 无穷分之一是零 所以零负分之一零 对不对 这样可以吧 这个是2的负无穷值万嘛 这点2的无穷值万分之一 2的无穷值万 这点2的无穷值万分之一 再导数嘛 这就变成1加0嘛 1加0 所以是1 1分之1是1 所以这是区近于1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极限了嘛 可以区近于1振的话 这1加上2的1架s分之一呢 是等于1 还看有问题 这个答案 好那如果是区近于1负呢 这会点多少 X区近于1负呢 这个会等于多少 这个区近于1负呢 这会等于多少 来试试看看 这个会等于多少 好 停 0对不对 差别在哪里 0应该是对了 应该对了 因为怎么样 你的 这H区近于1负的话 你会发觉你的 这个1-s分之1 这区近的话 1负嘛 0点多嘛 0.999 1-0.99 是0.0001 所以导数的话 就是区近于正无穷 正无穷 好那2的无穷词完 那也是越来越大 所以区近于无穷大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1加上 加一个 加一个1 不会影响你的值嘛 无穷大加一个1 不会影响你的 这边还是无穷大 无穷大分之一是 区近的 0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区间是等于0 没有错 来看问题 就这样做 好 好 所以如果 如果说 它区近于1的话 那像这个例子的话 就不存在了 区近于1的话 就不存在 因为它左右 右极限是等于1 左极限是等于0 所以它极限不存在 好 还有问题 对于3 对于1 对于1 是1 2 对于1 3 好 我们介绍第三个部分 SIMPATON就是建议线 建议线我开始定义了 什么叫做Halurrental SIMPATON水平建议线 当你的S把它无穷大 或者是负无穷大的时候 你的函数FS会去进一个常数B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就称Y点1B是水平建议线 有没有问题 就像Y点1B这样子 当然S把它无穷大的时候 我的函数越来越接近它 或是负无穷的时候越来越接近它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得到 这Y点1B是这个水平建议线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由这个可以看出来 水平建议线最多只有几条 两条一个是正无穷一个是负无穷 正无穷负无穷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这样定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是垂直建议线 垂直建议线就是你没办法通过 当S居进于A症或是A负的时候 我的函数会跑到正无穷或负无穷的话 就是四个case 其中有一个case乘以就好 你居进于A症的话 会跑到负无穷或是正无穷 居进于A负的话 会跑到正无穷或是负无穷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说S等A是它的 就是它的垂直建议线 我们用母义A表示 来看一下问题 这样可以吧 能不能看懂 垂直建议线有几个 有几个 你这样看会有几个 水平都要最多两个 那这个也有可能有几个 有可能有无穷多个 为什么因为分母只要等于零 分子不等于零就是无穷 就会居居无穷或负无穷 零正无穷或零负无穷 就会跑到正无穷或负无穷 所以像tangent的话 你看tangentS tangentS是cos分之sin 所以只要是cos的S等于零 就是它的垂直建议线了 cosS等于零是多少S 就等于正负 2分之π 加减2mπ 对不对 所以就有无穷多个 就是这样子 可以吧 一段一段 所以垂直建议线有可能是无穷多个 但是水平的话最多只有两个 来 写建议线的话就这样定义 就是说我的函数跟那个 y点ms加V这条线 y点ms加V这条红色这条线 当S8无穷大或负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函数会越来越接近它 就两个一减 对应一个S过来 它的高度 两个一减的话 它高度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曲进你 这时候这条线就是它的这个斜建议线 Cent or Sympath 有没有问题 斜建议线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我提供两个方法 这个好几个方法可以解 我提供两个比较常用的方法 第一个是你的Fs等于ms加V加上rs 这rs是正分式你就把它除下来 除下来之后会这个是正分式 或者是这个会去精英零的式 那这样子的话 你S把他正无穷 负无穷的时候 他就去精英零 那这个Y点ms加V就是它的那个斜建议线 为什么 因为你你把他移过去嘛 你把他移过去 就是让S跑到负无穷或负无穷 他去精英零嘛 对不对 有没有看出来 有没有问题 因为你这一个 当S取景无穷大 或者是负无穷大的时候 你的Fs 扣掉ms加V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等于多少 对不对 就等于H型无穷大 或者是负无穷大的时候的Rx嘛 对不对 因为你的Fs长的样子这个样子嘛 所以扣掉前面部分就剩下Rx 那他会等于零啊 对不对 那根据我们的定义这一个 Y点ms加V 就是它的 slander or shimato 对不对 写清以前的 这样的问题 可以吧 就是说你可以除下来 你这样子的话也可以 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直接求 我的B的话 就是Limit Fs扣掉ms 当S把他无穷大或负无穷大只要有一个成立就好 那M的话就是Fs把他除以X 只要你MS除以X取其线之后会等一个常数的话 那这样子就是有写渐进线了 然后M就找到了 然后M就找到了 那再找V就好 把他移过去就好 可以吧 把这个移一下就可以了 来说明一下 第二个 说明一下 因为你的鞋渐进线是Limit 当H群无穷大或负无穷大只选一个就好 Fs 扣掉MS加V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等一点嘛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V这一项取极限还是等于V 因为到常数啊 所以把他移过去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得到V等于 这个Limit H群无穷大的时候的Fs扣掉MS 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就得到这一个V了 好 那M怎么得到呢 我就把这一个提出一个S出来 提出一个S 就变成X分之Fs 扣掉M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 当S取近无穷大的话 这边是取近无穷大 那这边取近多少 如果你取近正的一个大一点的东西 一个大一点的东西的话 你无穷大乘一个大一点的东西就是无穷大 不会等于一个常数V 对不对 如果你是小一点的东西 小一点的话就是 负1负2负3的话乘以无穷大 负无穷大 他就负无穷大不会等于某一个常数V 对不对 所以他要等于一个常数V的话 必须怎么样 不定型 那你想想看 无穷大乘以多少会是不定型 0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取近于0 来看下问题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不定型的一个应用 所以我们就得到你这一个极限 当你取近无穷大的时候 你的这个X分之FS 扣掉M 这东西就等于0 好 这常数取其现在是等于常数 所以M就移过去 所以我就得到这个求M的方法 那负无穷 H群乎无穷同理 来看有问题 这样可以吧 那这个是 第一个方法是提供那个有理函数 就是分子和某都是多项式的时候 你求那个斜进一线 比较好用 第二个方法就是一般的 有可能有根号 或是指数对数 那你用第二个方法 好 好不好 就可以解决了 来看有没有问题 好 底下我们介绍 这个你怎么去判断它 这些渐进线 对不对 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就是 看到函数之后又就有点感觉 对不对 好 如果是一个有理函数的话 PS跟QS都是多项式 或者是开方也可以 开方也可以 好 那如果的分母的O的 比分子大或等于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有所谓的horizontal Sympathal 就所谓的那个水平接近线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还觉得这个时候 你S把他无穷大的时候 他等于多少 对 他大于的话 大于的话 这边order比较大 这边比较小 对不对 所以他会去几乎0 就y等于0 如果他等于的话 就两个把他无穷大的速度一样 差一个系数比 所以比这出来 就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来加MNT 第二个呢 如果你的分母等于0 PA等于0 分子QA不等于0的话 那这样子S等于A就是它的这个Vertical Semator 就是它的垂直近线 因为你发觉分母等于0分子不等于0 它连正0负分子1 就跑到一个跑到正五穷 一个跑到负五穷 对不对 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垂直近线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写近线的话怎么看呢 如果我的分母的order比分子少一次 比如说我的分母是1 它分子是3X加2 那你发觉3X加2本身就是那一条直线嘛 当然这不是近线就原来就是那一条直线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刚好是 比如说X分子3X加2 那就会产生3X平1加2 那这个时候两个一除的话 你发觉就是少一次 分子多一次 分子多一次的话 你就有所谓的Strand Symbol 写近线的 为什么 因为发觉你这边除以 除以这个M的话 你要有嘛 M的话也有 那你的FS的话是PS分子QS 那内向乘内向PS再乘一个X 所以发觉PSDegree就加1 Degree加1就等于刚好等于QS 因为这边分母加1刚好等于QS 所以这时候两个Degree就一样 两个Degree一样的话 那你发觉他S把他无穷大的时候 就会细数比一个常数比就出来了 这M就存在好不好 所以他就有所谓的写减性线 来看有没有问题 那你就用这样子去判断他 那判断完之后 有这个东西之后你再去找 有这个东西之后你再去找 我的意思 可以吧 有了那个东西你再去找 要不然的话你那边随便乱瞎猜 没有用 来看这个有没有问题 懂不懂意思 懂不懂 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个稍微有点感觉一下 来看这个 来看这个 来他有没有这个水平接近线 有没有 有没有你看 formal order是几次一次吗 分子是一次吗 所以有没有水平 有没有水平 有没有水平接近线 多一次啊有没有 水平接近线有没有 来 有没有 你让s曲线无穷大嘛 你看下fs会曲线多少吗 对不对 因为因为你发觉你的formal order是1嘛 分子order是1嘛 所以formal order刚好是怎么样 大还等于分子嘛 事实上是等于啦 等于的话会有一个常数出来啦 对不对 所以他跑到无穷大嘛 s曲线无穷大 这两个的比值嘛 对不对 这也是无穷 这跑到无穷大的速度一样啊 差一个系数比嘛 1比1嘛 所以答案是1 对不对 当然负无穷也是一样啊 所以你就增加一个负无穷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得到你的y等于1啊 他就是一个 这一个horizontal的simpleton 水平进行线 来看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加回看 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垂直 垂直 垂直都要怎么样 垂直是分母怎么样 等于0 分子不等于0就对了嘛 对不对 所以垂直渐进行线是哪一条呢 看一下 看有没有在听 包围 多少垂直 s等于2对不对 但是你写s等于2的话 我只能给一半的分数喔 为什么 因为人家如果写的比你好 主要我那个是填充体或选择体 好不好 如果人家写的比你好的话 那人家把那个 为什么 s等于2是他的垂直渐线写出来 就这样子 因为你的limit 你就让s取价以2正看看 对不对 取价以2正的fs 看他会不会跑到无穷大 好 好 这个等于多少 取价2正的话 这边是0正 0正分是多少 这边是0正分是多少 2正的话是2加1是3嘛 对不对 所以是正无穷大嘛 有问题 正无穷 已经正分之1是正无穷 再乘以3倍 所以还是一样是正无穷 有问题 可以吧 这样可以吧 好 好 那 你不能写2负 这边写一个2负也对啊 2负不对啊 2负怎么样 2负的话这边怎么样 刚好变号嘛 对不对 这边比2少一点点 减2的话是负的0.0 多少嘛 所以0负分之1是多少 负无穷嘛 所以 另外一个是负无穷哦 你考试的话 当然你只要写一个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我的S等于R 它就是一个 这个Vertical Sympath 垂直阶线 来看有问题 有没有斜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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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想想看有没有 斜阶线 你看斜阶线 我刚才讲的那个条件 刚才我讲过有斜阶线的话怎么样 就Formal Order要比分子多 少一次嘛 对不对 那你有 你有那个水平的话 Formal Order要比分子 大或等于嘛 所以我要觉得 像这种有理函数的话 有理函数的话 你有斜阶线线就没有水平了 你有水平就没有斜 有没有 既然这边有水平的话就没有斜 这样可以吧 好 好 来看有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两个互次 互次 对于那个有理函数来讲是互次的 好 看这个例子 没问题了 下一个 好 看这个 这个是他的图形 这是他的图形 你会看出来 最后面的类我画的 这是y 等于1 y 等于1 这个s 等于2 垂直 你画的图形是这样子 你曲进你 S曲进你那个 这个 无穷大的话 S曲进你无穷大 越来越贴着这一条 y 等于1 曲进你乎无穷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 就这样跑 好 那s曲进你二正的话 二正的话 你二正的话 就这样子跑到无穷大 复得完就把它复无穷大 图形就长成这个样子 来看Mending 这是他的图形 可以吧 来接着看这个 这个有没有这个水平 想想看有没有水平 有没有水平 有没有 他的分母是一次哦 分子是几次 两次对不对 所以分母有没有大还等于分子啊 没有嘛对不对 所以没有水平 来有没有垂直进行线 垂直 垂直是分母等于零嘛 分子不等于零啦 分母等于 分母等于零啊 像这样子一样啊 分母等于零啊 分母等于零啊 所以S等于一嘛 对不对 还有没有写 有啊 为什么 因为分子刚好比分母大一次嘛 有写 对不对 好那怎么求呢 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求 求看 这个这个 这个程式是小程式 这是VV写的 看了VV哦 看了VV哦 去年过年的时候无聊 无聊的时候就写一个VV 不是无聊啦 学了看了VV就把它写一下 写个程式来看看 好玩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108 108 108的话你 你有写进一些垂直嘛 对不对 垂直的话这样子做 第一个垂直就是 Nimit S 取借一 正 看一下Fs 或者取借多少 X取借一正 对不对 这边是X-1 2倍的S 平方加3S 对不对 这取借多少 Framble的话 取借0正嘛 所以1点多-1嘛 是0正 0正分之5嘛 这取借0正分之5嘛 0正分之5等于多少 正无穷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等于无穷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等于无穷大 对不对 另外一个方向呢 取借1负呢 比1少一点点 就是因为变这个而已嘛 上面没有变嘛 所以就差一个负号嘛 所以就负无穷 对不对 那是不是每一个都变号 不一定啊 如果这边我平方的话 那就是也是一样 就正无穷 对不对 特别注意一下 好 所以我就得到那个S等于1啊 好 两个最后的Y现象 跑到无穷大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我的S等于1 就是他的这个垂直接近线啊 他就是一个Vertical 来看有问题 可以吧 有问题 有问题啊 来斜接近线怎么做 斜接近线 斜接近线的话 你可以把它除下来 你看 算那个MX加V 把它除下来 这怎么除啊 用什么话 除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综合除法 对不对 可以用综合除法嘛 综合除法的话 这边是2s丙1加3s 加0 所以这边是2加3加0 长度下是0 这边放他的根 还是减1等0还是1 2搬下来 2乘以1是2 放这里 加起来是正5 正5 正5的正1是正5 加起来是正5 这是他的余式 这余式 这是他的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怎么样 我们的Fs 就等于 2倍的s加5 再加上 x-1分之5 这个就是正分式 来 加也没问题 可以吧 所以 你这个直接可以写答案 y等于2s加5 就是他的写线 也可以 所以 或者你这样子 都做一个步骤也可以 就是Fs 减掉2s加5 这个东西 当S8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就等于limit 也会趋近于无穷大 再等一点 对不对 那Fs也成立 所以我们就得到 y等于2x加5 那就是一个写间进线 Cent Cent 写间进线 这个符号有没有问题 简写有没有问题 写间进线 来看有没有问题 底下是他的图形 底下是他的图形 对不对 对不对 s点一 他就是y等于2s加5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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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